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中國軍事專家王雲飛近日接受文匯報訪問時 提到 統一台灣原來是有時間表 他說到 最快明天就可以統一台灣 第二宗消息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宣布 要派出軍艦去到西菲律賓海 也就是中國稱之為南海那樹 是宣示主權 另外 菲律賓軍方又透露 他們積極打算 在南海的島礁 填海造陸 興建設施 進一步去抗衡中國 在講下去之前 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中國軍事專家 王雲飛那篇訪問 怎麼說 他正在回應 外交部副部長 洛玉成早幾天 接受了美聯社專訪 我們在節目當中也有提過 實際美聯社的記者也有問到洛玉成 到底這個統一台灣是有沒有一個時間表 當時洛玉成就回答 說統一台灣是一個歷史進程 其實就迴避了那個時間表的問題 但是 王雲飛專家就說 洛玉成的回答是等於 明確了台灣回歸是有時間表的 不會無限期推遲下去 這個時間表就有兩個界限 一個界限最快就會在明天 最遲都不會超過本世紀中業 他怎麼來界定呢 為什麼會有兩個界限呢 他就說 兩岸統一的歷史進程 是由大陸來把握的 原來是這樣 就是說當初 說要解放台灣統一祖國 後來就改了做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現在最流行的是港武統台灣 是由大陸來把握的 這位專家就說 台灣當局 包括干涉勢力 一旦觸碰了反分裂國家法的三條紅線 那明天就統一了 這個歷史進程很快就會實現 因為反分裂國家法是國家的大法 誰都不能夠逾越 所以最快就會在明天 而最遲 即是本世紀中業也必須要統一 因為 到其實如果還未統一的話 也是等於觸碰了三條紅線當中的第三條 即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國家得採取 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那什麼叫做本世紀中業呢 一般的理解就應該說 21世紀的五十年代 即是2050年前後十年 那個就是為之叫做本世紀中業 但是他怎麼定出來的呢 因為 其實那個所謂三條紅線的第三條 他都說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他沒有定到本世紀中業這個日子 這個是黃雲飛專家自己說出來的 他還說 中國共產黨已經莊嚴地向全國人民 以及全世界都承諾了 去到本世紀末 就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而任何一個實現偉大復興的國家 都在一個統一的狀態之下 實現的 所以 中國統一的最後期限就是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時 這個歷史進程就不會超過本世紀中業 將會完成 他自己又說到本世紀末 才實現這個偉大復興 但是他又說 最後期限就是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時 那就是本世紀末 為什麼他又會說到本世紀中業呢 這個純粹就是在說邏輯的問題 這裡有多一點前後矛盾 哈哈哈哈 那麼本世紀末 其實就是在說2099年也是本世紀末的 那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當然現在這個就是黃雲飛自己的個人意見而已 官方就是 不如承認的 這個不是由 大陸的官員親口說出來的 是他自己猜測而已 但是他會不會說這些東西 分分鐘又變了 叫做低級紅高級黑的 大陸沒有說過的 沒有撤到期限 現在不說了 別人 總之 一直在這裏有些軍機 環繞著台灣的周邊空域飛行 有時又會有些軍艦 或者做軍事演習 那樣 從來沒有說過一個很確實的期限 說斬釘截鐵是什麼時候 因為 可能大陸自己也拿捏得不準確 是不是 他講到最快就明天 你最快明天其實是沒有說過的 為什麼 因為 他說要觸碰到這個 三條紅線就明天同一 三條紅線的第三條 剛才我們講過 另外那兩條紅線是什麼 就是造成分裂事實 以及發生將會導致分裂的重大事變 在去年4月 大陸戰略學家 楊成軍 在國台辦旗下的官媒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說武統台灣有六項觸發條件 第一就是台灣宣佈獨立 第二就是台灣組織獨立公投 第三有外國的軍隊在台灣部署 第四台灣重啟核武研發 第五台灣軍事攻擊大陸 第六 台灣發生大規模的動亂 大家一聽到這六項的 所謂觸發武統台灣的條件 以及另外那兩項的紅線 大家也會知道 其實台灣根本上他不會 主動來去觸碰這些紅線 他是不會主動來去 啟動這個觸發條件 比如說 蔡英文現在都做到第二屆任期 民進黨已經 做了四屆任期 兩屆陳水扁 兩屆蔡英文 當初陳水扁上台的時候 大家都會擔心 到底陳水扁會不會 宣佈台獨 會不會 宣佈改國好 會不會改國旗 最後全部都沒有做到 即使到現在蔡英文 第二個任期 也看不到他會有這個傾向 他更加不會主動去 挑機 所以 這位 黃雲飛專家 他說 統一台灣最快明天 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根本上就不會觸碰到觸發條件 台灣現在聰明了很多 就算現在民進黨 去競選的時候 他也不會提台獨這件事 對不對 所以有些所謂急獨的份子 在台灣 也走去秉民進黨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也要接受政治現實 就是他不能夠搞這棵東西 一搞這棵東西 大陸就說要動的 他就沒有搞的 當然他的心是怎麼想的 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他實際上 他的口就沒有這樣說 而且台灣到了今天 跟他僅餘的15個邦交國 進行外交工作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名號來做的呢 他仍然都是用中華民國 這副百年的老招牌 所以是讀不到的 好了 然後我們又看看 另一宗消息 就是菲律賓方面 這個杜特爾特 時軟時硬 現在又硬了 到底搞什麼呢 他就說 準備要派出軍艦前往南海 也是菲律賓所稱之為 叫做 西菲律賓海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菲律賓國內開始有些民族主義者 抱怨 說杜特爾特對著中國 很軟養 杜特爾特在一場演講上就說 他現在對於捕魚 都沒有太大興趣了 因為他不覺得有足夠的魚可以拿來掃 其實這個就是抱怨大陸 是不是 因為 全世界其實都怕了那些中國的所謂 軟洋深海捕魚船 總之一看到他們去到哪裡 幾乎海域的那些魚 全部都是 蓮毛帶齒全部撈走 杜特爾特現在就乘機在這裡生病 好了他又說到了 現在菲律賓就開始 想在這塊腹地裏 得到好像石油這樣的資源 所以菲律賓就會派出船艦 去到西菲律賓海 宣示主權 如果中國開始要在西菲律賓海鑽探石油 杜特爾特就說他會告訴中國 這個並不是中非協議的一部分 如果這個不是屬於中非協議一部分的話 菲律賓也都會在那個海域鑽探石油 即是他現在就把那個 重點 就放進石油那裏 但是我相信 他這個也是用來說的 他所說的這句說話 的潛台詞 其實就是要凍結了南海開採石油這個選項 因為他說如果中國走去開採石油 菲律賓就會去做 即是中國不做這件事 菲律賓也都不做 純粹派一些船 走去宣示主權那麼大把 因為根本上杜特爾特由頭到尾 他都是一個親中的人 他就是想借著親近大陸來獲取好處 不過這個世界哪有這麼大隻 傢伙隨街跳 大家看看當時中國和台灣在爭的邦交國 你又說扔錢 他又說扔錢 到最後有多少是兌現的 大家看報道也有說 有些國家他跟台灣斷交 跟大陸建交 然後就去投訴 又抱怨人 又說人家 承諾了投資 又不對現 現在杜特爾特又在說 說中國曾經承諾過要提供 不知多少億美元的 貸款和投資 但是 當中有部分還未能夠實現 令到菲律賓的民族主義者會感到失望 即是在這裏了錢 說到尾就是 好了 他也說到 說菲律賓是無力阻止中國的 而挑戰中國的活動 可能會使到菲律賓面臨輸戰爭的風險 他就說菲律賓是無辦法 以不流血的方式 來執行2016年關於南海的裁決 南海的裁決是什麼呢 就是在說 在2016年7月的時候 仲裁法院認定了 中國對於南海的自然資源 並不享有九段線裡面的歷史權利 基本上就是認同了菲律賓提出的訴求 問題就是 你有這樣的軍事實力來執行才行 杜特爾特 其實都很有自知之明 他自己也知道 菲律賓一旦和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時候 菲律賓就輸了九成九九 所以他經常都要 忌諱大陸 問題就是 現在他忽然之間又 硬起來 為什麼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可能 他的任期都差不多 夠鐘戒滿了 臨收工之前 可能他就是想在歷史上留名 也不奇怪 一定有這些人存在 因為他都舔了大半的任期 不爭在最尾的時候 為他自己 在歷史上留下一個美語 可能有這個傾向也不奇怪 因為菲律賓做總統 只有一屆任期 不能夠連任的 而且都差不多大選了 可能有這個傾向也不奇怪 因為他都舔了很久 另外 菲律賓軍方 走出來說一件事 他們就說正在考慮要參照大陸的方法 在西菲律賓海 即是南海 的島嬌上 是 興建設施 菲律賓的武裝部隊總司令 索貝哈拿就說 軍方已經提案 送交給直屬總統府的 西菲律賓海國家工作小組 來審議這個 建議 他就說目前軍方在思考 如何強化在西菲律賓海的地位 他們就考慮在島嬌上建造設施 填海造陸 就說好像在中國做的那些事情一樣 他擺明就是要 抗衡中國 他特地點名提到中國的時候 他就說 馬尼拉當局一直未在島嬌興建設施的原因 就是因為要遵守2002年所簽訂的南海國方行為宣言 這個宣言就規定 不能夠在 無人居住的島嬌灘沙或者其他自然構造上 建造居住的行動 並且以建設性的方式來處理分歧 但是索貝哈拿就說 因為中國他也是違反了這個協議 所以現在 菲律賓又跟著去違反了 他都很坦白 哈哈哈 他說人家先違反了 所以他們又走去違反 這樣說也有 哈哈哈 他真是很老實 這個東西 好了 他還有說到 菲律賓的軍方 萬不得已 都不想在 西菲律賓海開戰 將會持續地尋求各種手段 以和平的方式 維護菲律賓 在西菲律賓海的主權 我相信 根本上菲律賓 都不會夠膽開戰 只不過 他們 在搞這些小動作 就應該做得出 因為他反正都是在自己控制 那些島礁上面 興建設施 而已 他又不是要拿人家的島礁來搞事 所以這個難度就是很低 不過我猜到最後 杜特爾特也未必會批准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